桃园中的一处民宅去年7月发生了一起命案 交往大约两年的一对情侣 疑似因为感情生变 经过了争吵之后 南方对女友痛下杀手并且分尸 桃园地院生理之后 在这个月19号以杀人罪 损坏尸体等罪 判凶险无期徒刑 企图公权终身 并且在行之执行完之后呢 或是赦免之后驱逐出境 发生命案的就是这处民宅 交往约两年的飞机情侣 疑似感情生变痛下杀手 去年7月中 一名菲律兵籍女移工密雪儿 与同乡的男移工马克 在桃园中立区的租务处发生争吵 男友持螺丝棋子与菜刀行凶 朝女友的胸腹猛刺 甚至还将她拖至厕所分尸 手法凶残 由于女移工隔日未到班 雇主与仲介一同前往租务处访试 经见女移工倒卧床上立即报案 警方逮到男移工时 还发现她拿走女友两张提款卡 于犯后五小时 立即持拘票将马前拘体到案 并查扣凶刀一把及其他相关证物 被告犯后虽始终坦诚犯刑 但迄今并未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意味见被告有何悔意 桃园地院审理后 19号依杀人罪嫌判处马克无期徒刑 尺多公权终身 损坏尸体罪除有期徒刑四年六月 切套罪除有期徒刑四月 并于行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驱逐出境 记者林祝强桃园报道